北京青醬肉以金华火腿广东腊肉 并称为中国三大牛肉 是北京地区特有的一种腌制食品 这种美食的历史已有四百多年 然而在如今的市面上 已经很难寻到它的踪迹 在埃广复的家中 我们发现了一大类似腊肉的食品 烟七两八嘛 烟七天两八天 好像上锅把蒸熟了 二十世纪五年代后 用这种制作工艺呢 比较时间比较长 比较费劲 后来就没这儿做了 就没这儿做 一直到现在断档了 断档了 所以我通过这个以后研究 按他的张冬官的公义 咱们自己研究 把这个青醬肉给恢复了 这些菜谱也有 咱们就咱们国家改革开放了 初期的时候咱们餐饮业各个单位都在想尽办法开展业务 就想把自己的买卖做好做大 尤其宫庆菜非常受追捧 但是来讲我这开始也对宫庆菜非常感兴趣 但是呢不清楚什么是宫庆菜 什么是宫庆菜不清楚 伴随着改革开放 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大家对生活的热情 通过对烹饪的热爱得到了集中的表现 位于北海公园专门经营清宫菜的仿善饭庄 由北京饭店独家经营的谭家菜 实践于乾隆六年的砂锅居 以及深藏在民间 由清长末年的清宫御厨 栗子家的后裔经营的栗家菜 各个都是生意火爆 普通老百姓一边品尝着 过去只有皇亲贵族才能吃得到的菜肴 一边对传说中排场奢侈的清宫菜 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社会上传的宫庆菜 五花八门 五花八门说得很离奇 也不可想象说的 什么二龙细珠 龙凤城祥这菜的名字 什么这龙胆龙胆龙胆这个龙胆那个 这种来讲就是我很很纳闷 咱们都知道啊 这龙是皇上的代称 凤是娘娘的代称 如果把这龙和凤做成菜 人们给吃掉 这都我 我对这个不理解 还有呢 这满汉全席 说是一百多多道菜 分几天几天吃 我就想 说这个过去皇帝 他干事不干事啊 他干什么一天料就吃喝呀 这是一段由马志明和黄租明和说的传统相像 豹菜明 他是由一名万人迷的著名相声大师李德阳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作的 原版象征中 新公菜满汉全席 共有两百零四大菜 后来在传承 这些人的爱心觉罗普洁 这普洁老先生呢 态度非常好 而且非常和善 详细地跟我讲了 这个宫廷菜 跟现在流行的差别 普洁先生讲了 说这个清朝 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 他说一个家族 统治这么大国家 统治三百年 如果像现在 社会上流行的那样 皇上吃饭 动辄就是上百道菜 动辄就是歌和舞 说我们就不可能统治三百年 说没那么回事 说我们的清朝皇宫里吃饭 非常非常的普通 非常非常简单 只有遇上皇生大婚 皇生的寿日 就是这个生日 或者呢 宫廷有重大活动 才举行这个大型的活动 一般的平常吃饭 说很很普通 以乾隆为例 说他吃饭 一般的不过十个菜 而且呢 只有三分之以上是素菜 原材料以鸡鸭 和这个猪肉为主 说什么海味 什么山珍 吃得很少 通过普洁的介绍 艾广复了解到 原来大多数的清宫菜 都是普通的菜肴 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离奇 由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并没有学者 对清宫菜进行专门的研究 所以清宫菜到底有哪些 具体的烹饪做法是什么 谁也说不清楚 为了写作经典清宫菜 艾广复在普洁的引荐下 来到了保存着大量清宫档案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当时结识了专门研究清宫散的 刘桂林老先生 他这位是个教授 刘桂林 他非常热情接待我 而且我找了很多很多 有关皇上用餐的资料 我几次登门拜访 登门拜访 亲自查阅 最后买得一套 就这个乾隆皇帝六四南巡的算单 买一套详细的记载 就如获日保 真是 当时来讲 这一套书不是广这一个算单 它一共是七韩 每韩最少的是五册 最多的是八册 七韩 七韩那就是七八五十六册 前龙三十年正月十六日某厨二客请假 伺候冰糖炖燕窝一品 用春兽保盘金钟盖 某正一客 这开饭了 刚才这是什么呢 就是他前龙皇帝起床以后 先吃的这个冰糖炖燕窝 还有这开饭是某正一客的 某正一客 那这一客就是早上起来 就是七八点钟吧 养心店东转阁进早餐 用天七花扇桌摆 燕窝 冻白鸭子 南仙热锅一品 写得很清楚 每餐 前龙皇帝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吃的什么东西 有的地方还写着谁做的 有的地方还写着 前龙皇帝 对这个菜的评价 写得很清楚 我就请着 专门请一个打字员 我把它对书里的 每个菜 每个菜 每个时间 每个地点 每个菜 名称通通打下来 最后一共是不到 一千九百个 一千九百个 他每次来回南巡一次 吃的一千九百个菜 一千九百个 当时有很多是重复的 往返来回吃的 我从这一千九百个菜里 摘出二百二十个来 就不同样式的 二百二十个 然后从二百二十个 跟出版社协商 最后选出来七十个 出了这本 精品清宫菜的菜 通过查阅资料 艾广复终于确定了 七十道经典 清宫菜的名单 问题来了 在这些历史资料上 仅仅记载了菜名 具体的烹饪方法 却没有留下 艾广复又是 在这些历史资料上